看到一片流动的云 一汪平静的湖水 古人可能会淫湿 智若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碧万寝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做的 就是给这片云 这汪湖水 嵌入一行代码 一段程序 使之转化为 看得见的诗歌 我叫刘家喻 我是一个新媒体艺术家 新媒体艺术主要就是 在创作当中 用到很多新媒介 新材料 新技术 比如说投影 交互 数据 机械装置 能工智能 把艺术与科技融合在一起 是一种超乎你的想象的 艺术表达方式 2012年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有了信息体验设计这个专业 当时我也是第一届的第一个华人学生 毕丽业之后呢 我就选择经常往返于中英两国之间 后鸟式的生活 带给我更多的创作灵感 就像我看到玻璃窗外流动的太武士河 一瞬间就萌发出了一个想要把 一条有东方精神的河流跟太武士河放到一起 通过信息搜集 然后我们发现有一条河居然是穿过长城的 因为我想要真实地还原这条小溪的原始气息 所以需要我们去山里面徒步地去找 水下面的能扫到吗 学会 没有扫到 往下好 有了 当我们找到了这条小溪以后呢 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科技去重现 我们首先要将通过3D扫描 我们要得到的3D杀床模型文件 在雕塑工厂进行再一次的加工 同步的 我们的技术团队 也在第一次尝试开发不规则曲面的三维投影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会从这些资料的资料 我们会使用这些资料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模式的模式 超级3D 然后我们再通过软件 进行视觉的数字化的处理 然后使这条河流呢 真实地流动起来 因为这件作品是实时渲染的 所以观众在进入到作品空间当中的 每一秒都是崭新的 我觉得把一些自然景象 或者说一些我们想要记住的时刻 然后重新地通过技术的手段 去重现 那我觉得它本身就会具有 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它的力量之一 从2012年开始 接触到这个领域到现在 已经有8年了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最新的技术很重要 但是现在可能思考的更多的是 如何能够让作品激发出观众 更多的想象空间 更多的思考 当你从事你所热爱的职业的时候 其实你的理想也是有生命力的 它会陪伴你一起长大 当你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的时候 意味着迎接你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但同时未知也伴随而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 并且坚信一些什么 我是刘嘉宇 这是我的理想答案 仅供参考 b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